好,今天是下雨天,那沒事來拍一下 拍一下這個,而且今天是彈性上班日 來拍一下我上班的臭臉好了 因為本來 我真的忘忘記說今天是彈性上班日 只看到 Apple,它行事率有提醒說是特殊工作日 那我想說應該 應該沒差吧 沒想到是過年前的這個彈性上班 不過覺得這樣這個禮拜 每天只休一天喔,真的是 我覺得明天再休 等於是明天休一天會不會 舒締那個疲勞,我不曉得 那有時候工作疲勞,我真的是很難清空說是怎麼造成的 當然休業時間夠或不夠是一回事啊 那目前就感謝以前 就感謝站長,就現任的站長跟 段長,有人在燒東西 因為讓我排這個長日班 所以在這一年的話,我體重降的蠻多 因為代謝變正常 不過對於段的方面,其實自己還是覺得很 很多的問題啊 段的方面,但是 如果他這一些問題不是說 高雄段,台北段,台中段,跨電段 這種段的方面,而是共通性的 整個環台都有問題的話 那真的是要處理 運務處來處理 那對於我們現在的運務處長 我是覺得很不OK 很不OK 那不多說,不知道為什麼 不多說 而且外面還下雨 其實在畫面上來看還蠻涼的 可能穿白色衣服的關係 其實現在整個天色都蠻陰的 所以今天肯定是 應該是整天都是陰的 現在就邊開車邊自然之語 有點像那個 像行業大戰 什麼艦長日誌 幾號幾號 他留下一些資料 那或許在當時 就覺得不怎麼樣 但是或許在我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我以前是長這個樣子 可能自己認不出來 因為每個人老的話都長得差不多了 那或許是在 從南居北宮 以後回北部的時候 開始會想說 南部的一些狀況 然後 或許說 以後我的小孩 當然現在連女朋友都沒有 其實想太多 但是我自己期望是說 我在年齡 我在年齡如果真的結婚的話 真的是很老很老的 所以很老的之後 有小孩的話 那小孩應該可能他 估計可能不到 高中或大學 不到高中或大學 可能我就就往生了 所以我小孩可能對我的印象 會不是那麼的 清楚這樣子 那 沒辦法 那緣分 還有說 我們在我的經濟能力上來講 並不是一個可以到 到去經營一個家庭的這樣的能力 還有我們的房價等等的 還有物價等等的 這已經不是以往我們說 台灣潛艷腳目的這個情況 是用車速照相 55 為什麼他不講話 他可能沒測到 測出去都不講話這個 又有煞車車跪在開車道 然後前面又是會急車道 所以那煞車如果項目趕快過 等一下就變成 跟在他後面 慢慢鋪啊 那煞車車相信他也很難去 開慢車道 因為慢車道更危險 有些機車組啊 因為他的 那個小 小而靈活 靈活的時候 別人會進入他的內輪差 他可能會給誰喔 就視角沒看到 給誰就這樣一些 一些狀況 那所以今天越來工作上 其實他是有風險 就是下雨天 然後另外的話 比較大的風險 有很多風險是 就是來自於工作人員的 對危險意識的不足啊 這種風險意識 在我們的南部 其實非常明顯 因為他們 南部的話 因為 那個人口密度比較少 所以在一些 比如說從交通上來看 交通的密度也少 所以他有些行進的話 可能不會馬上得到報應 得到那個效果的一個 那個叫社會學習 不會馬上因為 他的一個錯誤 然後就 其他有一個互動 馬上就 比如說他亂開 亂騎 然後就撞到這樣子 所以因此這種社會學習 在缺乏之下 他就一直覺得自己的東西 東西是 到自己的危險 是不是危險這樣 那月台公主也是啊 我昨天不是提了那個 那個推車 喔 誰闖了 推車的問題也是啊 他只是小小的腳踩一下 推車就可以固定 而且這東西 雖然不用說 一直在強調推 強調什麼東西 但是很多東西你自己意識看看啊 在月台上的東西 你只要想在月台上的東西 當它不是穩固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啊 所以我們 包括我們親節人羽的那個 那個什麼 地板施滑那種三角排 也是啊 我剛剛說 你可能會被風吹走 所以他們都是有 用繩子綁住的 在月台上的東西 包括像以前 我在無線電影也提醒到 隔壁月台的 員工 剛剛說 如果那個旅客的 行李箱如果很靠近 月台邊緣的話 看能不能叫他 而且沒有顧著的話 看能不能叫那個旅客 移動一下 月台邊緣或放在 那個動線口 比如說像 電幅梯口等等的啊 看能不能移動一下 因為那個都是變速啊 什麼叫變速 就是 可能往那個方向走 也可能不往那個方向走 好吧 我們到這邊 也到這邊已經到了 好 各位拜拜 早安 拜拜